在封測之後距離發售日越來越近的 艾爾登法環 «Elden Ring» 現在大家對遊戲玩法已經有相當的認識 而在 The Game Awards 2021 公開的 就是之前從未曝光的劇情預告片 本次的新影片解說了遊戲的基本世界觀 故事的起源來自一場牽扯眾多半神的破碎戰爭 玩家將化身為吞測者 修結艾爾登法環的碎片 對抗眾多強大的半神 在戰爭中交界地蒙上黑暗 拉塔恩將軍和殘身馬列尼亞交戰 如此嚴重破碎的世界無法再次統合 只剩最後的希望 也就是等待新的艾爾登之王崛起 揭開瑪麗卡領地的陰暗面紗 這次透露了神話世界觀核心的艾爾登法環 將在 2022 年 2 月 25 日正式發售 愛好動作遊戲的玩家們 一起摩拳擦掌等待明年的到來吧 與這次共和父親的黑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